像我那時候有發病森 那前期症状 就是因為都在地下室啊 然後道具間啊 就是重金屬嘛 那我們都是喝那邊的飲水機裡面的水啊 就自然而然就中毒了 龍捲風拍完的時候啊 我就跟華哥說 我說我不要拍了 那個因為很累 那華哥那時候就勸我 他跟我說 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想要有這樣的機會 不一定有 我就跟華哥講 我說我要去一個 你要去幾天 一天 你去哪裡 我去香港 然後我就要去住那個游泳池的飯店 結果呢我度個假回來 他把我寫成 我以為我已經就解脫了 你知道嗎 我以為我make it yet 太棒了 你終於掛掉了 結果回來了之後變成angel yet 他們已經十一十二年了 對 完全不會行動嗎 看到戲啊什麼 他就轉過 嗯 因為其實會覺得說 以後想要拍都還ok啊 那個蘇帆阿姨對不對 都還可以演出這麼精彩的角色 然後最近我看到那個小燈姐啊 因為呢我開始拍八點檔的第一檔戲 就是跟小燈姐 他一個名師的大個阿嬤 我演她的媳婦 然後最近會演一個什麼 今日公修嗎 對 本日公修 哇我覺得好棒喔 那很替她開心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感情很好 我都叫她大甜甜 她叫我小甜甜 如果說將來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演一個像類似這樣的角色 不過我其實喔 那時候來到了水澆湖 那時候是想 將來我要拍這裡的故事 因為那個洗澡喔 是很貼近我們生活的本質 每天都要做的 而且洗澡就是你一定要過光光的 你一定要面對自己的 是一個最真實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在這個故事當中 有很多的人生的悲歡聯合啊 喜怒哀樂啊 那我就想說 我也一直有跟我的花姐妹在聊 所以那個到時候 我想要拍一個這個故事 然後又是喜劇的 然後那個 效忠帶淚的 我媽媽就是那種喜劇人物 對 其實要真的感謝圖媽媽 因為她 你看跟我媽媽一樣38年次的 已經70幾歲 可是永遠都是跑在最前面的人 就像陪著我們 帶著我們 上山下海 所以我覺得 我們也一部分真的是 被媽媽的這一種的精神感染 因為有時候人總是會帶著 或是說有一些想法 可是媽媽永遠都沒有負面的情緒 有沒有負面的想法 對 就是這樣子跟大家一起很開心的 這樣子 然後很好的一個榜樣 這陣子你有看到華哥過戲 你是本來就知道 還是新聞出來都知道 我是新聞出來才知道的 對 就是朋友告知才知道 很多的演藝工作員 都是這樣子 就是 後來就是病 都是在生病 都在生病 都沒有財產 像我那時候跟高林峰高大哥 高大哥 這部出的第一個綜藝節目 就是我跟我合作的 助理主持人是阿楊 劉海楊 我們的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呢 大家都要尋找這些輸壓的方式 可能不是很健康 但是呢 又沒有用健康的生活的態度 來做平衡嘛 比方說我們如果 好啦 你一定是熬夜 然後一定是可能癲酒 什麼都來 那你一方面 你也要到山上去爬爬山吧 那要去做核心肌力的運動吧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不是這樣子 所以就會 要付出代價的 然後還有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工作環境都比較缺氧 像我那時候有發病症 一起一起症状 就是因為都在地下室阿 然後道具間阿 那那個空氣裡頭有很多的人工核種嘛 就是重金屬嘛 那我們都是喝那邊的飲水機裡面的水啊 就自然而然就中毒了 OK 那所以我那時候也是熬核劑治療嘛 然後再加上水療 排汗排毒 所以才這樣子 一點一滴一點一滴的 然後再把健康趴勢找回來 有時候藝人就是這樣子 呈現的就是那種光鮮亮麗 其實都已經累了幾天幾夜沒睡覺 但銀光有一檔一檔 你那意識力就告訴你自己 你就是那個光 對 可是真的 一下戲之後 我覺得 每次看到一些大家在休息 或是說行不肥膽都出來 因為很多人很客氣 還不會講自己有什麼問題 對 當你真正聽到的時候 他們不是癌症 就是可能中風或是其他比較麻煩的 馬哥 我是覺得真的 嗯 希望他呢 在殷之靈安息 如果能再來世的時候呢 大家還是有機會吧 因為呢 他真的是很有才華 而且很有 很用心 那我很懷疑那個當時 經典角色 好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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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自己愛泡澡嘛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是都會到烏來去泡溫泉啊 到楊明山去泡溫泉啊 有一次呢 我就是有去一個地方 我就覺得 溫泉山莊 後面覺得很棒 所以我都把他們都找去 所以我都把他們都約啊 我那時候也有約 我們家親愛的 可是我們家親愛的人 跟大家泡 對 那所以呢 那時候都會把大家找去 後來阿哥還在那邊寫劇本 然後直接的把劇本呢 Fast 那時候只有傳真嘛 直接傳真到攝影棚 我們還有一次是五點耶 五點耶 傳真到攝影棚 好像被好拍完八點要播出這樣 好像是苗可烈芳心他們都有吧 是 對啊 那所以呢 他在那邊好像住了 那一部啊 要多久啊 記得嗎 那一部是啊 那時候是 那時候好像龍捲風吧 那是龍捲風吧 所以我龍捲風拍完的時候啊 我就跟華哥說 我說我不要拍了 那個因為很累 那華哥那時候就勸我 他跟我說 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想要有這樣的機會 不一定有這個機會 如果還有戲找你 能拍就拍 這樣子 那因為那時候呢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我到底要什麼 我要做什麼 那那時候剛好 還是有我最愛的人的邀請 我最愛的人 我跟張露燕 我們兩個演一對姐妹 有這個演出的機會 那我就說 所以我那時候都問華哥一見 華哥就這麼跟我說 那我就想說 嗯 好吧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需要紓壓 我就跟華哥講 我說我要出國 你要去幾天 一天 那去哪裡 我去香港 然後我就要去住那個 游泳池的飯店 去 就是出國一天也好 就是去度個假 結果呢我度個假回來 他把我寫成 我以為我已經就解脫了 你知道嗎 我以為我Maggie夜太棒了 你終於掛掉了 後來有妹妹 就變成Angel夜 有一個夜安琪 那個Maggie夜的妹妹這樣 回來繼續使壞 對我發現他變多很快耶 然後收胞胎啊 同性戀啊 那種什麼意來意去的 都是很 他那時候我覺得 他整個跳脫 很有創意 蟬紅的八點這樣 對對 我以前因為 腫瘤藥物新陳代謝的關係 我把幾乎掉光 幾乎掉光裡光 我為什麼也這麼感謝好朋友 是因為我18歲 然後找回來 因為我這樣可以講嗎 因為在這裡滿心這樣子 我今年53歲 我還有生理期 然後呢 我的身體的機能 或是數字年齡都是30幾歲而已 太棒了 這個真是騙不了人的 我的經濟省下 包括我剛剛跟大致講說 我去年做了什麼 潛水立獎這些 我全部都 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他們看我那麼瘦弱的 爬到立獎 刷下去 爬上去 各位 不是爬上去 你知道那個什麼水海浪 然後你要核心爬上去 然後我們又很好強的人 不能落口 那教練在旁邊 這樣爬上去 我一個女朋友 出來才 那個教練才拉出來 他就被打到海裡去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你知道嗎 他說 我坐在旁邊 那教練也可以給力 因為已經出了錢嘛 他說這樣子 我拉他的那個立獎 你站在旁邊 我怕你太完美照 所以對不起 照片就是這樣來的 只有站在海上面 才是真的 你看起來很柔弱喔 對他看起來很柔弱 其實他很剛強 我是那種柔弱跟那個 他有個女漢子 住在他身體裡面 漢子 是 是 是 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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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